深深一绝功 台北市长蒋万安 在幼儿园性侵案爆发10天后 首度向受害家长孩童道歉 原定上午出席警察交接典礼 不对外联放 但临时更改行程 发表谈话 幼儿园案件持续延烧 日前更爆出幼儿园园长 交教育局废止设立许可后 利用员工名字在开拖音中心 只一借壳上市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议 更爆料幕后仪式是 北市府社会局指挥 当时候的辖区承办 现在已经离职了 在今年初已经换人了 当时候的辖区承办 有鼓励这位现在接手的 负责人灵性护理师 有跟他说你赶快承接 那等等相关的问题 那当然吴毅中也有提到 现在准公托不好申请 所以呢变相的鼓励他接 幼儿园性侵案 警方在2023年7月12号 将嫌犯羁押 同年10月教育局废止 幼儿园设立许可 议员提报 仪式是蒋市府社会局 为了不让准公托数量减少 因此要求原方找人偷 该托音中心去年10月 是由前后任负责人买卖转移 本局并未介入双方的买卖 告诉洪姓园长你赶快找人接 洪姓园长他找了 护理师身份可以承接的这个人 疑似假买卖 那真人头的事件发生 洪建议隔空打链 究竟蒋市府有没有因为准公托数量 要求借壳上市 北市府社会局恐怕得拿出更多证据紫清 三日新闻黄春播去到日台报道